歡迎收看金錢戰隊 讓大家理解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基本面 目前哪一些是在升溫中 哪一些是在降溫中 我們看一下這個禮拜二 其實最重要就是中國 公佈了二月份的工業生產 這個年增率 大家看一下 預估3.9 實際7.5 大幅又預期 所以告訴大家 中國大陸的經濟 可能已經在慢慢的回溫當中 大家可以記得 另外 這個美國二月份的PPI 預約增率0.8 這個表示廠商的生產成本 還是在增加的 因為這個全球通膨的關係 另外到禮拜三的時候 最重要是美國二月份的 零售銷售月增率來到0.3 因為美國內需市場很重要 所以他們的零售銷售有成長化 代表美國經濟體 還是在升溫的 好 我們再快速看一下 下一張禮拜四 當然最重要就是FED 決定升息一馬 都在大家的預料之中 那股市也呈現 利空出金的大漲 待會木馬哥會幫我們解讀細項 另外我們看一下 台灣昨天馬上跟進 這算是台灣第一次跟美國升息 幾乎同步 也升息一馬 這幅度算大 木馬哥你快速幫大家解讀一下 台灣馬上跟進升息 這個滿出市場意料之外 因為一般市場預料央行要升息的是半馬 半馬來 沒有想到一次升一馬 而且提前在三月 本來市場預料大概都是六月 生活今年下半年 所以這次央行看起來是火力全開了 當然我覺得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最近台幣扁得很厲害 台幣扁破28塊半 到28塊6 如果說央行在這邊不對利率表態的話 恐怕台幣會扁得更兇 台幣如果持續走扁的話 外資賣台股可能會賣得更兇 所以說這個可能是央行考慮的一個點 另外一個點就是我們的物價 今年非常有可能會是2%以上 甚至往3%走都不意外 所以央行也有所謂要調控通膨的壓力 所以這一次陽新龍算是超前部署 所以動作才會這麼大 好 那我們快速再看一下 歐元區的CPI的數字 也是在成長 所以全球通膨問題還在發生中 那昨天晚上美國公佈的 這個上週出領失業金人數 是低於預期 代表美國經濟 這個還是不錯的 那今天早上最新的 日本公佈他們的CPI 0.4跟0.9 月正跟年正 代表日本終於脫離了通縮 連續兩個月都是CPI成長的 那日本的央行今天早上的公佈利率 是維持不變 所以並沒有跟進升息的情況 但今天晚上最重要是美國二月份的 成屋銷售數字 因為這個房地產算是龍頭產業 所以這個數字要大家特別做關注 好 馬上拉到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睽違三年 全球的升息循環正式來臨了 FED的五大重點 今年預估會升息七次 明年再升息三次 那這是從價的角度 因為我們知道利率是貨幣的價格 利率調高代表錢會越來越貴 但是他們又快速的縮表 五月份開始縮表 所以從量的角度也做緊縮 價跟量的角度 這算是組合權 所以未來資金的收縮速度會非常快 那大家看一下 還調高了通膨的預期 但是把GDP做調降 物價往上調 但是基本面往下調 所以整體來看 這個問題才開始要正在發生 莫哥 怎麼做解讀 那也就是說 如果這次升息循環是十次 總共升十次的話 應該會是這個聯準會 相當短命的一次升息循環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聯準會 其實對後面的經濟是有疑慮的 就是說他對於經濟的信心並沒有那麼夠 那因為對經濟信心沒有那麼夠的話 利率不能拉得太高 所以利率最多 如果是十次的話 就是把這個基準利率拉到2.5 2.5基本上 講實在也並不是太高 那問題就是說 這個金融市場能不能承受 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縮表QT同時進行 縮這個九兆的規模 那恐怕會從價從量的收縮 對金融市場的壓力也會比較大 而且這時間會拉滿長 投行預估大概到2025年左右 三年 對 三年左右時間 資產規模會從九兆 大概降到剩下四兆五兆左右 有一說是降到差不多六兆 這個得盈的預估是降三兆下去 那至於說會不會降這麼多 其實也是一個問號 因為如果後面經濟壓力太大的話 金融市場壓力太大的話 也許他這個縮表就像葉倫那是 又放鬆了 葉倫只縮了大概六千億 之後就停止了 那另外這個PCE的部分上調到四點一 就代表聯準會對後面的通膨 他其實是越來越擔心的 那GDP也降到二點八 講時代的這個 你看到這兩個數字 你會覺得說企業獲利上面 應該壓力滿大的 經濟成長只有二點八 但是物價漲四點一 你這樣一比就覺得這會有問題 對 尤其剛剛大黑講到說 美國這個禮拜公佈出來的 這個零售銷售 月比增幅只有零點三 這其實是一個問題 因為上個月的這個月比增幅 是零點四 那在此前預期是零點四 他第一個不如預期 第二個在上個月的增幅是三點八 所以從三點八的月增一下 掉到零點三的月增 顯示什麼 顯示這個油料上漲 食品上漲其實對這個聯準會來 對這個美國消費者來講 已經排擠到支出了 對 他們的購買力開始在衰退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聯準會這一次 他的一個所謂projection 就是說他對於經濟的預估 大家可以看到他上一次 就12月的會議 他的預估只是4% 今年GDP增長降到2.8 這個降的其實是滿多的 對 然後2020年 2023年維持不變 2.2 然後2024年也維持不變 這個太遠了 我們就不去看他 另外你可以看到失業率 一樣是在3.5左右 但美國就業上不會有太大問題 但是你可以看到PCE的部分 就是有很大的問題 核心通膨 上一次的預估是2.6 這一次的預估值 來到4.3 至於說在核心的部分 從上一次的預估值2.7 這次來到4.1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Core PCE的部分 整體而言基本上看起來 這個聯準會的看法 就是說認為物價是會持續上升的 整年會籠罩在一個高通膨的情況之下 但是鮑爾又說 他預期下半年的物價會下來 我也不知道到底他的這個說法 到底是怎麼樣去對照聯準會的 這個projection的一個 出來的一個數字 似乎有一點這個矛盾的狀況 如果說全年的這個核心 全年的PCE是會來到4.3的話 核心會來到4.1的話 那怎麼下半年下得來呢 對 就是說下半年也許稍微下來一點 但是也不會下太多 會不會這個變數就卡在 這個俄烏戰爭 還沒有做一個明朗化 後面再做討論 對 這個就可能有一個戰爭變數 戰爭變數這個很難估計 不過不管講4.1 4.3 看起來都是滿高的一個狀況 那經濟增長率又下降 這其實整體而言 對企業的獲利來講 我們預估值可能是要下修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這個也是高盛的一個預估值 已經第七度下修了 對 他從去年以來 就是不斷的下修 美國今年的GDP的預估值 他最新的在上週 他把他的美國的GDP的預估值 第一季修到只有0.5 那原先預估是1% 直接打對折 對 那第二季 他是從2.5降到1.5 第三季跟第四季維持2.5 所以平均四季下來是1.75 那我們剛剛講 聯準會的GDP的預估值 大概還有2.8左右 對 那高盛已經下修到1.75 那請問到底我們是該相信高盛 還是相信聯準會 對 高盛第七度下修 但是我們從好的角度來看 他至少一季比一季高 我只能這樣解讀 從0.5 1.5 2.5 對 但是這個是基期的問題 是的 對 基期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Consensus 就是一般市場的這個共識 那其實是比高盛來得高 那高盛是相對比較悲觀一點 高盛是比較悲觀一點 那也許高盛看到了一些市場 沒看到的東西 我們只能這樣講 那基本上如果... 你說那個華爾街 或是政府官員 很多是什麼高盛幫的對不對 對 所以高盛的報告 大家還是要參考一下 是 那如果說高盛的預估值 是對的1.75的話 那我覺得今年美國的經濟壓力 真的是很大 萬一這個不小心 搞不好落入衰退都有可能 是 因為第一季 只有剩下0.5了 對 那我們再看下面 就是說聯損會 剛剛大家可以講說 現在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還剩下幾次會議 4月 5月 4月 6月 7月 9月 11月 12月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也就是說只剩下六次會議 那六次會議要再升六 等於說每一次會議 每一次會議都會升一 所以連續的每一次升一 但是有沒有可能哪一次會議 突然跟你升兩碼 萬一這個通貨膨脹的數據 不掉下來 甚至往上再衝高 那鮑爾他控制通膨的壓力上 就很大了 對 上次的聽證會 他有提到這件事情 對 他說夏天 如果通膨沒下來的話 他也許會在夏天加速升息 所以說這個我們是要注意 如果一次升兩碼的話 市場可能會受到驚嚇 我講的金融市場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根據CME的Fatwatch 可以看到 也的確市場預估值 今年大概有超過五成的機率 會升到1.75到2% 也就是說這個是升七碼 連同最近升的這一碼 就升七碼的狀況 那升到這個八碼的可能性就比較低了 這個應該就明年的事情了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好 好 但現在目前比較concern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殖利率倒掛 莫哥 只要聽到殖利率倒掛 大家覺得這事情 大事大條 基本面開始出問題 沒錯 這個殖利率倒掛 這件事情是這樣子的 他不是一定說 馬上就會經濟衰退 但是過往的經驗值是 只要兩年期跟十年期的 美國殖利率出現倒掛 什麼叫倒掛 就是兩年期的殖利率 它高過十年期的殖利率 比如說我們這樣舉例好了 兩年期的殖利率來到2.5 十年期的殖利率只有2.4 那這就出現了一個倒掛 那殖利率曲線會趨平 甚至負協率 那我們看到現在目前最新的狀況 就在本週出現了 五年期跟十年期 它的curve已經出現inverse了 就是出現一個倒掛的狀況 這個就是五年期跟十年期殖利率相減 你看到它已經出現了 一個快要跌破零軸的狀況 那上一次出現這樣的狀況 大家可以看到是2006年 那08年不是又次貸風暴經濟衰退了嗎 對 08年就來了 所以說這種狀況都會出現在一種特別 經濟或是說特別危機的情況之下 那在此前一次各位看到在2018 19年那時候也幾乎要倒掛 那時候你記不記得2018 19年其實股市表現也不好 沒錯 那時候市場都在討論 殖利率倒掛的問題 但是那時候沒有鮮險度過 但是2020年是不是出現經濟衰退 單單一季對不對 就是出現那個疫情影響的經濟衰退 所以這一次會不會同樣的倒掛之後 出現經濟衰退 這是比較值得注意 當然大家講說五年期跟十年期不準 我們主要是看兩年跟十年 那我把最新抓下來的 美國殖利率的情況給大家看一下 兩年期現在的值率率是1.916 2.167跟這個1.916差很多嗎 沒有差很多 差25個基點而已 你想想看你借兩年的錢 跟借十年的錢 你付的利息竟然這麼接近 這就有問題 對 理論上你借的越久 你的利息應該要越重 沒錯 那我跟各位講 你知道那個2020年年中的時候 這個兩個利差是多少 我們現在講25個基點對不對 2020年年中的時候 大概它利差是150個基點 所以從150個基點收斂到 只有20幾個基點 這就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殖利率曲線 持續在趨平的這種情況 是越來越明顯 所以我們會比較擔心 美國後面的經濟 非常有可能會陷入到衰退 甚至就是說 比較好的狀況 那可能就是增長乏力 是 謝謝木娃哥 對於FED的 利利決賽會議的解讀 不過還是要回到重點 另外一個重點 這個俄物戰爭 聽說最新消息 普欽可能會跟哲倫斯基見面談 上個禮拜我們就跟大家講 這戰爭什麼時候結束 就是這兩個老大 見面談的時候 可能就會結束的時候 沒想到最新消息傳出來 他們可能會見面 你怎麼做解讀 我覺得這個空包彈的可能性也蠻大的 或者說這個普京 只是放放話的性質也蠻大 因為這個我們常講在戰爭 這個兵不厭詐 也就是說 我一方面要進攻你的重要城市 一方面又放出和談的消息 是不是讓你整個民心士氣稍微鬆懈一點 這都有可能 因為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俄軍並沒有停止在進攻 而且還不斷的在轟炸這個機埔 就兩面手法 軟硬兼施 會一些重要的城市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認為在這一次的戰爭 所帶來對全世界的風險 大概我估計有三個層面 一個是對經濟的風險 一個是對金融的風險 一個是對政治的風險 那對經濟到底有什麼風險 其實烏俄戰爭 是不是已經直接傷害 這兩國的經濟了 是肯定的 雖然說這兩國經濟 占全世界GDP的規模不到2% 而俄羅斯大概是全世界 第11大經濟體 它的GDP的規模 大概差不多是1.7兆美金左右 沒有說非常的大 但是不要忘記了 這兩個國家都是全世界 最重要的原物料國家 會使得原物料供給受創 包括奶氣 你可以看到半導體 最近很擔心這個事情 另外就是農糧 還有化肥 然後包括了基本金屬 甚至更重要的就是能源 英國國家經濟 跟社會研究所 已經估算出來 這個戰爭大概會造成 1兆美金的巨大損失 大概占全世界GDP規模的1% 更可怕的是什麼 全世界通過膨脹率 根據他們的研究 可能會因為戰爭上升 多達3個百分點 然後明年還在上升 對 明年再上升2個百分點 另外現在目前整個烏克蘭 已經有大概2、3百萬的難民 還記得那個北非之村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歐洲陷入難民潮 也拖累了這個歐洲的整個經濟 跟社會產生一定的動盪 波蘭最近就在求救 太多難民 對 北非還要坐船到歐洲 這個波蘭 直接走過去就好 直接過波蘭邊界 就到歐洲了 所以說這個難民的問題 也是一個未來經濟的風險 那我們再看一下 對金融的影響 金融影響的當然就斷絕這個SWIFT 對不對 取消最惠國 然後停止供應美元紙幣 把俄羅斯孤立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 俄羅斯的國債可能會違約 沒錯 那俄國股市崩潰 很多人有俄國基金 我有俄國基金 東歐基金一定有俄國基金 所以東歐基金你知道 近月來跌多少嗎 一個月跌了40% 所以各位如果手上有東歐基金的話 你現在可能就是說損失慘重 另外這個投資機構也損失慘重 貝萊德你知道 他光是俄國國債損失了多少嗎 170億美金 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損失 所以歐美股市一定會受到戰爭影響 今年的穩定度會比較差 那經濟上升 經濟的風險上升 也會影響到金融的風險上升 所以這都有連帶作用 最後我們看一下 最後我覺得這個當然是一個比較隱憂的問題 不見得一定會發生 就是歐洲 歐洲會不會從二戰以來 再次全面陷入戰火 新增北約跟俄國的更嚴重的對抗 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美國捲入會使得對抗形態更加複雜 還有就是說 最近美國不是在警告中國說 你不要幫助俄羅斯嗎 不然我有可能會 對付你有這個後果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會變成什麼 大陸的地緣政治板塊 所謂的對抗形態 就是整個 你看俄羅斯跟中國不是連在一起 整個大陸地緣政治板塊 對抗整個美國的 這樣的一個地緣政治板塊 這個其實對長期的全世界來講 是埋下一個不穩定的變數 如果真的發生這個 這叫做經濟版的這個柏林圍牆 重新升起 這個我們要持續做關注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美股的表現 那我講說這些危機 它其實都會反映在股市上 所以如果股市不跌 股市甚至出現回穩 回升 那代表這些危機 可能它最後都不會發生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道琼就很重要關鍵 大家可以有沒有發現 道琼現在這個季線是下彎的 黃色這條 對 那最近連續三天的反彈 已經快要攻回季線了 是的 如果說道琼能站穩季線 季線又能走平上升的話 也許我們剛剛講的說 這些危機它都不會再發生 都不會再更惡化 應該講不會再更惡化 那如果說道琼 萬一站不上去 對 萬一說道琼打到季線 就往下掉 甚至破前低 這個低點下影線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 你前面講的事情 可能都會慢慢發生 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股市 就是個光明燈 這個你就盯好這個光明燈就對了 這些危機會不會發生 我們都不能猜 或者說它會不會更惡化 我們都不能猜 我們只能看一下金融市場 它會是一個最直接的光明燈來反映 好 謝謝穆豪哥這一段的一個分享 畢竟股市是最有效率的 好不好 會反映利多跟利空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 要跟我們的技術片大師 杜金龍來討論一下 美國升息確定了 但是升息之後 到底美國股市 未來的表現會如何 我們進一段廣告 馬上回來 今月已經突破十萬人囉 那希望大家持續支持我們加入訂閱 成為我們財經大白話的一員 一起在股市中成長 不管你是財經小白 還是投資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讓你的存款數字跟手機號碼 一樣長